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的早晨时间 早晨 今节由我许留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整香煲 沙冷戏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我早晨第一单回来跟大家谈谈的 一定是关于前晚发生在大围的一家狗吧 发生翻车的意外 最终现在就导致一个人走了 11个人都受伤 伤势各自各有点不同 当然出了这些大型的意外 一定会引起各界的关注 关注之余 一定会讨论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这次的意外 会不会有人为的因素 会不会有哪一方面的人为因素 也是很重要的事 人为因素都有很多方面 例如就是政府方面 司机方面 狗吧方面 可能也会牵涉一些 叫做不同的关注组 什么团体 出来就会有很多东西 例如看到一些团体走出来说 为巴士所有座位 装设上安全带 为巴士司机 提供路面应变训练 增加夜晚练车的训练时数 说什么都好 团体这一件事 还有什么重新审视 巴士司机的工作时数 这些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时我们不要只听这些团体说 一定要多方面去看看 意外发生前后 有没有什么原来是已经在做 或者叫做过 或者是发生了 这样才是公平 我们不要只听这些团体 在那边吵 增微特眼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们几方面都看完就知道 如果看完才能正确分析 不可以只听那个团体 去说那件事 就是当那件事的全部 这个很重要 我们首先回来试试 看一下 运输署方面怎么说 现在在争论的 叫做安全带 安全带当然有的 最好你戴了就会更加安全 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马上想到 巴士呢 除了坐在那里 还有站在那里 那下层还站不站好呢 如果我当全车的人都戴安全带 上层当然是最好戴 如果翻轴起来的 上面坐上层当然是更加危险 因为是最高的 那下层又怎样呢 那站位的又怎样呢 在楼梯后走的又怎样呢 很多不同的问题都会 嘭嘭嘭嘭嘭的头都出来了 那首先 说回 运输署方面怎么说呢 那刚巧得这么巧呢 运输署的署长罗淑佩 就在昨晚出席了 事件局的活动之后 都就着这件事 都给了一些回应大家 他就说 政府过去 几个月都就着巴士安装 和配戴安全带方面 要求进行一些叫研究的工作 期望在新一届立法会 会提交这些草案审议 即使代表的是什么呢 运输署不是没有和巴士公司 谈过这些叫安全的问题 就是乘客的安全 和道路駕駛安全的问题 不是没有跟进过 就是不要说 以为那些团体现在出来说 然后他们才做 即使一早已经在说这件事 究竟会不会上层 哪个一定要配戴呢 不配戴就会罚款 就像笑巴那样 那对于巴士车长偏间的问题 署长就说 九巴工会就希望和运输署 和巴士公司 几方面一起商讨一下那些问题 再改善一下那些叫偏僵 来保障乘客的安全 处方的乐意 外面一起 类似的中间人 一起谈谈谈谈谈都OK的 那大家所指 这些叫做安全的东西 当然有多好过少的 对不对 就是等于这样 后座乘客的 那有些人可能没有戴安全带到时有什么事的话 那就是你的了是吧 因此 现在有调查 那大家所得 大约34%的九巴上层是有安全带的 即使有一些是没有 也都和政府的叫做安全带计划 未涵盖到2016年之前落地的旧车 那这个又是个问题了 究竟是怎样去处理回呢 我想九巴方面可能要想一想 还有一个 有安全带呢 代不代表乘客一定会 揽住安全带呢 一来又有那个卫生的问题 很多不同种种的东西 很烦的 莫讲话 巴士就算自己私家车 去汽车尾容的时候 我都会叫他 或者他都会主动帮我 把安全带拔出来 用那些什么蒸汽消毒 这样噴下去的 因为你经常塞来塞去的 就算是你自己 多数都是你坐的 如果司机位 又有什么那么骯髒呢 我个人出了街会骯髒的嘛 是吧 因此你想想 如果九巴方面要怎么去处理呢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想卫生一件事 安全是最至上最重要的 那又说到 另一方面 对于今次件事来说 司机也是个重点来的 那对于司机那方面 在这件事发生意外来说 司机是被捕 那位 握这一辆88k的司机 那好了 对于这堂东西 其实也算是叫小可的 他们工会就在昨天 都出来搞了一个迷你记招 那就由汽车交通 运输业总工会 九巴分会 那他们就出来见记者 那迷你记者会 那有什么来说呢 那他们首先 记者会开始之前 就默哀 就是为走了个位仁兄 那这个分会主任 黎香怎么说呢 他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九巴公司 不但没有检讨下各种因素 或者管理的缺失 就是说好像等不及一样 立即和出了市的车长 割席 就进一步 双透了前线车长的心 那这个很重要 那个士气 和大家是不是叫齐上齐落呢 很重要 那些黄友经常说自己齐上齐落 但是你又说去了英国 然后谁又说没钱 然后这个又没来看他 然后又没有说自己 有没有去哪里 去哪里 去探哪个 不见了是吧 你看邵家俊也是 没了石牆花之后 他就连自己Facebook 去自己探哪个都少了 其实你没了石牆花 去继续探他们的 继续说他们在监狱里面 有什么事 做着什么 为什么没有了 这些就看到这些人 那些人渣的嘴唸是怎样的了 即使有一些东西 你是个名字而已 你没有了个名字 你的人还在这 你可以继续做的 但是没有做 或者是不见了人 或者是不是有这个责任呢 但是你自己 说到自己很肩负起这个责任的 然后你完全不理 就等于什么陈淑庄那些 又说到社会那么危险 又一句都不再说了 他退在江湖也有他的自由的 只不过跟他过去的作风 真的差太远了 那这位分会主任黎生再怎么说呢 他说九巴公司的管理层 自从19开始 都不断压缩和削减人手 在人手方面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再压缩车长和行车的小休时间 是挺辛苦的 还要调配车长驾驶不同路线的方式 来填补人手不足的缺口 前线车长就会在一种很混乱的管理下 很难适应行车的安排和经常变动 持续增加不同的路线压力 会身心俱疲 如果大家有在香港的路面感受过就知道了 其实巴士最难搞是什么呢 卖站和出站 你看看那些人好像不愿意让你那些 再加上如果这些路线是这么乱的 都真的挺难搞的 现在工会再说什么呢 希望九巴尽快推出这个改善的措施 但是九巴方面也叫左闪右臂 又不肯和他们谈 刚才说到 好了 运输署这么说 似乎 可能不方便爆发 很多公司之间的东西 所以说 晚点我们也有空出来 喝杯茶 三方面一起谈一下 就是车长 公司和他们 可能做过和事佬和大佬 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他们都说要求有关部门介入 来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处理的 只不过 不好意思开口 说别人公司内部的东西 如果由运输署 说别人公司内部的东西 我就觉得相当怪了 那九巴方面 我们昨天就说过 所以这就不再复述太多 希望大家四四六六 坐出来 谈好就算了 当然 乘客方面 都或者 不要叫睡得那么软 可能叫醒睡一点 可能会好一点 而且 如果真的有安全带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叫他带了去呢 尤其是坐在上层车头 那个真的要带 可能你说我坐在巴士里面 好像很稳定 但是你记住一件事 你等同于司机位一样的 如果一有什么跌下去的时候 就是跌车 你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所以我见到人坐车头 如果朋友 我一定会跟他说 可以叫他带回去 第二那个也好小小 起碼有前面那一层椅 可以顶一顶 所以因此试过有些人 就是私家车来说 那个司机位他没有戴安全带 但是呢 副驾驶座那个人有戴安全带 就是坐他车那个 就是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 开得很快 一撞 整个车就要停了 是高速度和快到是 那个司机一刹那之间不见了人 因为已经飞了出去 这些物理的原理 我们不讲太多了 因为你的人等同于 那个车的速度是一样的 如果是停了的话 你还没停 因为你的速度还没停 那么你便要跟回那个速度 这样出去就是这个意思了 当然会有少少偏差 因为你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能是一张椅子 或者是什么卡住 或者是什么阻止 或者是什么 那个速度可能会差了一点 这一件事 不是变成了汤川教授 真是神探家你了 好 那回来说一下第二点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BBQ 真是真的那些烧鱼食 看到的新闻挺过瘾的 在这个例景 山路那边 有一张很巨型很巨型的海报 写着什么呢 六个部门一起警告 很多的 有警署 有消防 有食环 有民政 有环保 地政 很厉害的 联合呼吁 写着什么呢 红底 就白字 切勿光顾九龙京 无牌烧烤墙 为例者将被检控 接下来 切勿光顾 还有将被检控 八个字 挺搞笑的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 很多年前我都去过一次 我想是多少年前 五六年左右 还有三四间的烧烤墙 在里面做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无牌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要有牌的才好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帮人太离谱了 你无牌的话 那么多人会BBQ 很多人在那里 很大的 一流有噪音 二流有烧炭的味道 有些香味等等 对附近的居民 真的造成严重滋扰 还有 他们买的食物 即使未通过卫生规定 还有其他安全标准 都可能没理会那么多 我还记得是自助的 包括算 reun 附近 而且可以过渡 compliments 然后 违离停车 虽然有没有 這些是假的 違法的 你都瘋了 那倒是 說話說話都挺搞笑 現在說食環處和警方都會加強巡查 對於這些為例的人士會採取執法行動 究竟這群人是不怕拘捕 還是怎樣拘捕他的成本 他們會不會覺得是沒什麼 因為他們能夠賺回來的錢是會叫更加多 這是一件事 因為我賺了錢 我就不怕給你發 不像那些老闆 或者有些人駕駛車那些 真的亂拍那條街道 怕你抄嗎 一千幾百 給不起嗎 十十歲 我的車過百萬 百幾二百萬 怕你的牛肉桿 不要這種態度 這些相當害人討 食環處都說 根據食物業規例 任何人無牌經營食物業 直屬違法 最高可以判罰5萬元 監禁6個月 還有每天都要加夠水 叫大家小心 其實還有很多的 因為這個無牌燒烤場 還有很多不同的事可以告他 所以只有6個舖門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大家不要說 我們燒食物 去哪裏燒 九龍華經 有些人這樣說 九龍華經 我都聽過很多詞 我聽過甚麼要這麼熟 那些人就不守法例 看法例方面 或者法律 挺有趣 剛剛是一個香港律師會的法律週 第30週年開幕 昨天邀請到特首林鄭月娥出席的開幕禮 主題是甚麼呢 法善慰文三十二立 挺有趣 他們都三十二立 好像當成一個人 他支持的時候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說一下 這個叫做30週年的東西 亦都配合到特區政府的 叫做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計劃 順便幫自己特區政府裏面銷售一下 這個叫聚焦法治 我們之前都提過少少的了 就是在鄭若驊師長的網誌那裏都有說過 我們抽了一小段出來說 讀完全部說到偶電都不像 當然鄭若驊師長也有出席 林鄭怎麼說呢 根據 世界銀行集團世界管治的指標 他說香港的法治指標由1996年只有69.85分 上升到2020年的91.83分 亦都說自從2003年開始一直都是90以上的 他就說香港的法治是備受認同的 聽到這一句我笑了 你看看 他們經常說什麼法治已死 又是什麼法律打壓他們的工具 那些什麼很好笑 現在2020年都91.83分 搞錯 這個不是媽媽和狗子做出來的 這個管治指標 是世界銀行集團 你們這樣也不相信 那究竟為什麼呢 那這些人有些是瘋瘋的 還說法治已死 判得不適合你就法治已死 判得不夠你心目中想那麼重 又說法治已死 判得很輕的 有些人又說他法治已死 另一方也很開心 那究竟為什麼死來死去都還沒死完 這個法治真是很好笑的 那林太也繼續說 留意到坊間也有不同的組織 對於香港的法治的情況 作出種種的問卷調查和報告 那就大踢爆 他說一般都以一些預設的問題 去收集受訪者的意見 作為制定這個報告的基礎 所以就很難叫做主觀 沒錯坊間真的太多這些報告問卷 最流行的是什麼 隨便做個google form 然後做幾個人名出來 隨便可以任你打個名字 那叫做民意 不是玩我嘛 這些叫做真民意 不要拿出來笑死人 連做一個調查報告 問卷調查都不知道是什麼 隨便放個 form 還要亂放在自己那裡 傳就傳給人 說很多不同的東西 民心所向 老實說認受性有多高 你才可以拿那個數字出來跟人說 一定好像林太今次這樣 會告訴你 是世界銀行集團 拿出來的叫做世界管治指標 即那個指標 和那個調查和那個評分 是怎樣去做 各各不同 所以有些公平一點說 什麼世界的大學排名 大家要看回 不同的排名 他們有不同的 剛剛林太所說的 那個問卷和那個調查究竟 那個基礎在哪裡 和那個評分的範圍在哪裡 拿些什麼資料來得出這個結果 還有哪個部分的比重會高些 例如會鬥學校的論文 就是那個學術成就的方面 或者有幾多個學者 學者的成就當然是怎樣 大學有幾多不同的東西發表過 學生的成績 只是這幾樣東西 那個比重有不同的話 已經很影響我叫做世界排名 什麼大學的那些 所以要慢慢看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說 什麼報告 洞房日報嚇死人 很誇張 現在林太怎麼說呢 就說到律政司 11月初的時候 已經正式啟動到 一些專項法治的數據庫 希望大家可以客觀地 用一些數據 協助大家 清晰理解香港法治的實踐情況 這是很重要 寫章之前也說過 希望能夠更加透明更加公開 大家就不用那麼多 紛紛擾擾 在說那麼多不同的東西 有什麼冤獄 還是怎樣 這是一件事 不過很慘的就是 你擺了出來 或者你擺了數據庫資料庫出來 他不看的 有些人很懶的 只聽某些人說 聽他講完就當是真 這些是社會很危險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林太繼續說 他說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作出改善 大家看到這個數據之後 會有什麼看法 希望可以令香港法治精益求精 今天大家 市民方面 可以免費乘坐香港電車 就是無限次 為了慶祝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成立的92周年 之所以和香港電車合辦 一個免費乘車日 隨便大家狂答 希望今次的免費坐車的活動 希望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歡笑聲和笑話 為社會的抗疫加油打起 有免費 也有要錢 我看到這些片段挺漂亮的 就是迪士尼樂園 聖誕樹亮燈 什麼699 雙重長環優壞 我看到都開心了 有時 雖然說 這麼大個人進去迪士尼樂園 神經病 人多的時候我就不喜歡去 人少少我都喜歡進去 我都要講清楚 為什麼呢 你會覺得可以暫時 遠離一個現實的世界 在一個童話世界裏面 走走走走走 很多人都很寬容 看著你 迪士尼樂園裏面的人 或者獅子 即是他的職員 他們都叫做演藝人員 都對的 他真的演出來 即是那種嘻嘻嘻 很開心 其實你明白 營造這種氣氛出來 這個很重要 怎麼為之叫做雙重唱玩呢 即是說 即日起至到明年的1月19日 任你選擇兩天進去玩 其他額外優惠都會有 大家一起開心一下 都是不錯的 看到城堡改到現在 覺得很美 我都好像記得 我只有拍過聖誕樹 但我想和我上當年拍的信 是不是叫做一樣 希望各位有興趣 去看 玩一下 699玩兩天 這樣就值得玩 一天就請假 一天就可能是星期六日 那些行不行 大家自己看回那些詳情 那開心的事情 還有講多一點 迪士尼的話 他故意的 那個環境方面 他附近是見不到高樓大廈的 即是完全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你就會覺得 真是叫做 去了一個樂園 有一個夢幻的感覺 即是你突然做高樓大廈 玻璃幕牆去到 那你就覺得很怪性 這件事 叫做破壞了氣氛 所以為何要 故意在這個位置起呢 就是這樣 那開心的事情 講到這裡 紅話世界 現實世界又怎樣 挺搞笑 看到網上 有一段影片 就瘋傳 其實都挺怕這些 兩個女士 就在車廂裡 大打出手 就在這個廣鐵裡面 事發就據說 聽到他們的影片裡面 應該在說互相 大家 就因為 講電話的問題 挺有趣的 想就著這件事 和大家聊聊聊聊聊 閒聊聊 那段影片大概分幾鐘而已 但是分幾鐘 記住一件事 現在這個車廂的激戰 就被稱之為MMA 就是綜合格鬥 我們待會再說 怎樣綜合一下 一分鐘 你想想 大家互相 拳腳 摔 鎖 扭 扭 什麼都齊 一分鐘可以很多招來招往 可能出了百幾二百拳 雙方 腳 有一個新穿粉紅色衣服的女生 和一個綠色外套的女生 黑色 裙褲 兩個在互相拉扯 打鬥 粉紅色衣服 兜巴掌 綠色衣服 打到啪啪啪聲 綠色衣服 不禁事 再使出如來神掌 不斷兜巴掌 打到兩巴掌 互相扯頭髮 兩個都是長長的頭髮 期間兩個在互相打的時候 還有粗口橫飛 魚蝦蟹 生殖器 媽媽 動物 爹地 爹地好像沒有 氣味 什麼都說出來 例如什麼呢 我聽到一段篇 X你 老X 電毛毛 放手 X你 老X 接著有些乘客 打到差不多 都開始沒有打 但兩個都繼續 哇厲害 扯頭髮 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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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齊 這些女士 我們有時候挺怕的 我們還看到其中一個 背了一個小小的手袋 不知道是否名牌 還是什麼 怎樣都好 有時候很怕那些女性 大打出手 爆粗 魚蝦蟹 哇 這麼可怕 我們說一下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打 據說 你說電話好大聲 我叫你小聲一點 那就搞笑了 似乎就是 因為你叫隔壁的人 不要說電話 說那麼大聲 然後可能就 小聲一點 還是怎樣 可能覺得你串傷我 還是怎樣 動錯側口角 計而動武 那些勸交的女性 都說不要再說了 不要打了 快點分開 後來都沒有打了 打了一分鐘左右 那些網民看了這段影片 之後就開始留言 有些人說大聲說電話 真的令人討厭 那些人說 那些公共地方 那些公共地方 那些巴士路這樣說 那些地鐵這樣說 很辛苦 那些人說 那是什麼原因 說話要這麼大聲呢 有些人就稱讚 那個阿姐 即是兜巴掛那些 即是快狠準 等等等等等等 那些網民就說 那怎麼為之叫 說電話大聲 那為什麼 要這樣做呢 當然不應該大打出手 怎麼為之大聲沒有一個標準 那你覺得我小聲的時候 我可能覺得你很大聲 要不就直接沒有被人說電話 撞籠大聲 怎麼可以 香港沒有安寧 很多不同的事情 即是很燥底 這些東西 或者可能小小東西 挑動神經 我想想 如果在台灣地區 可能連車掌也打了 那為什麼呢 如果在台灣地區 如果車掌 因為是單程巴士來的 絕大部份都是 如果車掌 聽到有人在車廂吵 他會按麥克風 叫你靜一點 那些 不要在那裡說電話 吵人 就算你自己玩 吵人 他都會按麥克風 在那裡說話 即是他有個廣播 小聲一點 其他乘客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說很多東西 當然每個司機都有自己不同的那套 有些可能都會跟你說 這一站到了 有些人完全不說 有些人開得很快 什麼都有 千奇百怪的 如果比賽是我 萬一真的在港鐵的時候 你來到 有個電話 真的要聽 要的 可能你又尖沙咀過 去金鐘 那麼長時間 你又錯過了這個 call 那就有點麻煩 那怎麼辦呢 就是唯有 我會照聽 可能我會用手 擋住在嘴前面 因為你可能 港鐵車廂 很吵 你聽不清楚 你就會很大聲 因為有時候 你說話聽不回自己的聲 你就以為自己很小聲 變相說到很大聲 那我就會用手擋住嘴 就是這樣 日本更加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車廂就不可以說話 那為什麼呢 日本方面又可以 這班人有些 很多時候都說 日本是家鄉 又說什麼 欣賞他們的文化 還是怎樣 但是你這麼欣賞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不試試自己做呢 因為他們有一種叫恥感文化 就是羞恥的恥 就是覺得 如果我做這些出來 會被人笑我 會被人說我的 所以因為這樣 他們就未必會這樣做 就是這樣解了 就是有個羞恥之心 有什麼都好 就是起碼 希望大家尊重他人 不要覺得 不要那麼自私 有些人就說 什麼不行啊 我沒有自由的 最怕就是這一句 什麼叫我沒有自由 你有自由感 我也是我的自由感 然後可能說 你不喜歡就坐的士 我是這麼大聲的 希望就不要那麼吵 不要那麼禮橫折曲 大家都是給這個錢 來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為什麼你可以 別人又不行 為什麼別人可以 不想可以有一個 這麼吵的環境 我想靜靜地不行 為什麼你可以吵著我 如果大家都不吵 那是不是你好我好呢 或者為什麼要這麼大聲呢 或者說我不方便 我待會再說 還要一邊打一邊說的話 真的挺令人生氣的 有時候人坐巴士都是 都是在那邊說 說到全程 看日子 看那些什麼 手機看劇 不帶回耳機才能聽 是不是 相當自私 不可以你的自私 然後用一句 我沒有自由的 這樣就蓋過了 其實有很多 香港現在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沒有自由的 我這樣說不可以嗎 我這樣說 由黃有到現在 什麼有都是這樣說的 我有權這樣做 我沒有自由的 你為什麼選擇我自由 你不是黃有 這樣也可以的 那好啦 今天的芒向香港造神 暫時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